往中間這裡放囉 然後刷 刷下來對不對 記住不要弄到皮 剛剛那一張 清潔 這樣就把旁邊照清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 照清一下 這樣太短了 不是 因為這樣子 你還要加白色才不會太厚 那換就不得了喔 就厚上加厚喔 那白的就凸一塊 對 沒錯 這樣白的就不會凸一塊啦 倒燈 就是不要清乾淨之後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果凍耶 比較紅一點有沒有 看出來了嗎 我一直在搞這種果凍 對 沒錯 然後一樣那邊要留起來 看起來又更健康那個感覺 對 它就是做一個假像 對 它就是做一個假像 就是自己騙啦 對 妳要說髮色很紅 就是說就是它會 讓你的指甲看起來很健康 乾淨 再清 再繼續清 白色 所以其實一開始 照燈 所以我想要添加這裡 然後呢 讓這個線更漂亮 讓那個坑更明顯 對 讓那個坑更明顯 對 讓那個坑更明顯 前面就隨意帶到就好了 帶到這裡 然後呢 讓這個坑更漂亮 因為它說實在的指甲的顏色沒有那麼的漂亮 像這樣 像這樣 哇 我可以再做一次啊 反正因為我等一下還會白嘛 還有個坑 有 我等一下要清 那這個是比較濃稠對不對 好稠喔 對 它除了畫線之外 它其實就是要畫髮式用的 像這個很少 要把肉拌下來 要嗎 然後是用推動產品 不是用畫的喔 用推動產品的方式 有沒有看到 然後前面還是罩包 好漂亮喔 法絲齁 對 就很自然 就很美 法絲的比例 你注意在哪裡喔 嗯 5比1 差不多 才是美的 對 好 我們先來看 平不平衡 還不錯 平衡的 看到了嗎 就是那個坑有被填起來 就是剛剛好 就是那個弧度 兩側的弧度 好 沒在動 我覺得都很重要 會忘記 因為不做太多 喔 這個 填平它這個點 好了 照燈